- 安理,二十年前,60萬你可以買到什麼車? 印象中應該可以買到還不錯的一台轎車 但是時間回歸到現在 像廣軟車都差不多百萬 好一點的嘛,差不多百萬 那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這兩台車呢 應該是目前市面上最容易入手的車款 四十九萬九千 四十九萬九就可以入手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兩台呢 是稍微高貴一點 五十九萬九 六十萬以下 但是配備也是相當充足 而且是進口 對,那這就是這個KIA的PICANTO 這台是PICANTO的GT-LINE 就是正規的先備車 那我這個X-LINE 就知道BMW X紀念 就是越野或跨界 Course over 加了一些跨界人數的唯一跨界車款 是 那我們現在就把車放在旁邊 來看一下兩台車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對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車頭的部分 可以看到這個車燈跟這個水箱護罩 幾乎是一模一樣 只是顏色 裡面這邊是選黃色 或者是紅色 不一樣呢 我們看它下面 這個寶桿 從外邊這個進氣孔 是有洞的喔 但是它這個看起來是一樣 但是你到了中間這個地方 發覺設計感不一樣 而且你到霧燈的地方 這個是完全鍍鉻 這個是有黃色 再到下面呢 就是比較跑格化的 下面是黑色 這個是銀色 有點那種跨界修雨的感覺 GT引擎 再來看一下 X-LINE引擎 完全一模一樣 都是1.2L的自然計器四缸 多點噴射引擎 那最大馬力的85P 然後12.3公斤米的扭力 還有這個四速製排 車側的部分 其實可以很明顯看到它這個 側面這個側裙 好像很有空力的效果 然後另外呢 它會多一個紅色的線條 增加它的跑格 那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它專屬的16寸雙色鋁圈 這多爪型的 看起來很有mini在裝的感覺 好接下來來看X-LINE有什麼不一樣 最明顯的呢 它其實就是 整個輪拱喔 一直到下面側裙 它都是用這種黑色塑料 那像這個也是16寸 可是因為它沒有那麼速球跑格 所以看起來蠻小的 我一開始還以為是15寸 不一樣的地方還包括這個 防撞護條 這個也是X-LINE才有的東西喔 好 那我們來看車尾的部分 看一下看 保桿造型也是都不一樣的喔 像那GT-LINE 你看它這個後霧燈 就直接是反光片跟後霧燈而已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GT-LINE的車裡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Picanto 它以小車來講 它蠻多地方的質感 並沒有那麼小車 不會那麼簡陋 就算它是很多硬塑膠 可是你至少視覺看起來還OK 那當然呢 首先最映入眼簾就是這一個螢幕 它真的蠻大一片的 而且有觸控功能 很多關卡車我覺得它的螢幕 都還沒有它那麼大 單區恆溫空調 而且是液晶顯示 那甚至在這個上面喔 都還有提醒你 有幾個人就要記幾個安全帶 它全部坐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再往下呢 就是那個USB插孔 然後還有置物盒跟一個雙杯架 那另外要值得一提的是 我這個方向盤真的是造型很棒 而且觸感很好 因為它在我們手摸的地方 它有做一個類似打動的效果 然後平底 就是像那種跑車的平底方向盤 三輔式 一般國產車這個等級 它的多功能最多最多 可能就只有給你音量大小 或者是電台切換 那我們這個是因為有標配這個行車電腦 還有這個定速裝置 所以全部都坐在這邊 另外你還可以發現說 就是我這個GT-Line它的座椅 它一樣是紅黑配色 然後還有這個金屬油門跟煞車踏板 包括我這個方向盤一樣都有紅色的縫線 那說到後座空間部分呢 我剛跟Andy坐過了 就是坐兩個大人短距離就好 坐三個 第三個它一定會造反 可能從台北開到宜蘭 它就受不了了 不過呢 它後座 座椅兩邊都有ISOFIX的底座 也就是說你如果是 真的是預算型的買家 或小家庭卡陰的座椅 這個絕對沒問題的 那看完了這些 我們就來上路看看一下 GT-Line跟X-Line 開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應該都一樣 好 出發 這個2公分的差距 很高齁 沒有原廠公佈的數據呢 就是X-Line跟GT 高度差2公分 但是一般視覺很難看出來之外 真真 真的看不出來 對 因為它們動力一樣 葉書箱一樣 對 只有全部一樣 但尺寸又一樣 是啊 它這個四數字牌 對 大家可能會 從這個什麼年代 還在給我四數字牌 那當然相對來講 那這個穩定性一定是沒有問題 用了這麼久 對 也沒有什麼狀況 那當然油耗的話呢 跑高速會比較不理想 那你如果這種都會用車 應該是還OK啦 對 車又輕 是啊 魯素燈 對 剛剛從底下長出來說 好久沒有這種感覺 但是當然也是 這個維修成本 之後 股車都是比較 容易取得 對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一個 59.9萬就是一個 入門的車款 那會買到這個級距的朋友 應該就是 想要省一點 對 所以說 它給的配備呢 真的是OK 我覺得它那個舒適配配跟安全配備陣容 用它的價位來看 蠻對得起它的售價 59.9萬都給你四重煞車 對 然後有ESC 電子穩定裝置 對 就是基本上的安全配備就是夠 對 然後氣囊 因為以前我也是 一開始剛考到牌照也是開小車 那小車就是隔音差 懸吊爛爛 對 煞車一踩就軟掉 真的啦 爬坡無力 對 這個至少你看隔音是合理的 小車懸吊不容易設定 因為它先天軸距就短 對 可是你不會覺得它這個太複雜 對 之前我們X-Line有去山上跑了一段 對 其實像是側勤一致都很不錯 那當然你不能強求這顆 1.2自然進氣 多大的多強的加速感 但真正來講的話 你在一般市區都是夠用的 那你真的要超車 或者是爬坡的話 那當然是吃力一些 對 我覺得就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對 這個就是雙人車 然後頂多多一個小娃娃 對 下山的時候至少可以練一下 下山是真的 路線的操控 那個長軸距的彎道就是我小軸距的直線 對 就是稍微還是 它的至少它的操控性全調 是可以讓你享受一些樂趣 對 那我們來想一下有什麼改進的地方 改進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娛樂營系統 是不是可以導入Apple CarPlay 嗯 嗯 的話呢 導航就有了 對 國外它是有那個1.0 Turbo 哦 可是只有手牌 我喜歡手牌 欸 嗯 所以有個問題就是 沒有人要買 對 就是我們仔細想了半天齁 因為 單以它這個價格來講的話 真的沒什麼好挑 對啊對啊 你應該買GT Line還是X-Fly 我個人是還是比較喜歡X-Fly的外型 對 先輩車大家都開過 對 那X-Fly至少有一些外觀上的不同 但是 你說比較喜歡這種一般先輩車的外型 不喜歡跨界軸距的這種車 對 還有就是我覺得它這個圈設計比較漂亮 嗯嗯嗯 看起來 雖然尺寸一樣但看起來比較大一點 對對對 其實基本上裡面的 呃 空間都一樣 嗯 就看你到底喜歡 微跨界 還是一般的 傳統 嗯 先輩車 是啊 好 那你還想看Keya什麼車呢 Steiner Steiner Steiner我們還要繼續拍 對 Steiner在等一下 對 那其他車 或者是對這台車 這兩台車有什麼問題 嗯 都可以留言 那我們今天試駕就到這邊 謝謝你的收看 掰掰 掰掰